运动员应该纹身吗? 葛曼奇因为一处纹身被怒骂滚出国家队 被人在网上围殴的是中国女飞人葛曼奇 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奇迹 是中国女子短跑第一人 是第一位晋级奥运女子百米半决赛 却因为一处纹身遭网友恶意举报肆意辱骂 这合适吗? 97年出生的葛曼奇在7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体育天赋 刚读小学就被选入学校田径队 小小的葛曼奇是一个十分忍得住训练苦的女孩子 因为从小就喜欢运动热爱田径 葛曼奇对于训练非常有热情 训练三年后的2007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试体校李绍军教练看中 收为弟子 仅仅训练半年就以优异的测试成绩 被送去了厦门市体工队 葛曼奇田径之路正式开启